今晚就過來西朗這邊原本有個茶葉市場的 但後來就關了河 現在就開了幾間這些叫做乾碧雞 都有一些醉我那些東西 老闆就全部都現炒的 對呀,過來試一下,看看它好不好味 哈哈,老闆當著你面子,新鮮炒給你的 進來坐下來之後,看見那幾張桌子 感覺好像上了賊船一樣 起初呢,老闆雞呀,下配料的時候 都覺得它問題不大,而且都挺豐富的 不過呢,見老闆兜了幾夜,我就覺得不太妥 最起碼呢,我也是一個吃煮菜的人 哈哈 其實是這樣的 一般我們煮雞呢,爆香了蔥薑蒜之後呢 基本上我們就只會把雞鋪平 然後就不會再攪拌了 基本上是煎到它在一邊金黃色之後呢 我們才會反變的 但是老闆就做了一個 完全不合格的動作 就是它還沒煎香 油份不夠的情況之下 還沒到金黃的 它就開始把雞在那裡翻了 唉,我心想 金黃真是爛爺 哈哈,不便宜的啊老闆 再當老闆兜多幾兜的時候 它旁邊有很多碟鑊鑊 我已經很想去拿碟鑊鑊 不如我炒啊 去到後面這裏 是我整個過程最不喜歡的 老闆為了上色,下老抽 好,煮雞下老抽來上色是好的 外面很多人都用 但是個人,如果你只是有風味問題的話 老抽就只有食水沒有香味 生抽就給的不夠 那些雞呢 就像煮熟 多過像煎香 所以吃下去的口感是兩回事 我們今天吃這個叫柴火雞 柴火雞 是啊 讓老闆煮飯這個柴火雞 真的好柴 柴到什麼樣 唉,對啦 不要緊啦 一次而已 吃完之後最多就沒有下次 哈哈 好了,今天這個是不推介的 大家千萬不要來啊 - 字幕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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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